学生扮纳粹早逢级 广州广府中学发声明致歉 请不要苛责我们的孩子 所有的错都还是在学校的 行政助导的时代 对不起 新族广府中学因为有学生 在变装活动上打扮成 过去迫害屠杀犹太人的 德国纳粹党引发悬染大波 而今天校方除了发表声明 开机者会正式道歉 校长也出面解释整个事件 如何发生并表达前意 对我们学校来讲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那我们在办的时候 主要是在激发学生的创意 他们当初在发想的构想 是有一个简单的计划 初审的时候 我们只是审过报 OK啊 我们知道他没有偶像头发 我们知道他没有鼓励杀戮 所以我们就觉得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觉得能够上 造成各界的这样的关注 我们也觉得很抱歉 借着这一次当做一个清智教育 我们觉得真的也应该 正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后续我们一定会更注意 这一方面的教育的问题 我们的东西请您报道